这个世界真的是无奇不有 特别是在大自然中 只要我们去探索 总能得到许多新发现 大自然中有一些动物 它们有着人面的动物 人脸和动物的组合 给人一种诡异又恐怖的感觉 看的人是目瞪口呆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几个 人面瘦身的生物 一起看看吧 大家好 这里是高能知识院 我是院长 又和大家见面了 在节目开始前 麻烦帮忙点个赞 并关注一下吧 谢谢啦 说起章鱼这种生物 很多人都是在海洋馆里见过的 不过人们见到的 都是那种极为普通的章鱼 如果说起这种印尼章鱼人 肯定是很少有人知道 因为这种印尼章鱼人 具有人头章鱼身 十分的诡异 也是让人感到十分的恐怖 在印尼的苏西巴东市 42岁的波罗克 尼帕村居民尼塔 周日用锅子煮章鱼时 竟听到章鱼发出 类似婴儿哭声的怪声 仔细一看 发现印尼章鱼人的头 与人头差不多 不禁让人想到了 四川京县诡异合同 同样也是把人们都给吓坏了 尼塔说 他在厨房煮章鱼时 突然听到婴儿的哭声 他原先不大留意 但哭声越来越响亮 当他寻找声音来源时 惊现锅头上冒出章鱼头 他一边挣扎 一边发出类似人类的呼救声 我当时吓了一跳 经过仔细观察后 发现他的头 竟与人头相似 随即打消主章鱼的念头 并马上通知丈夫 这种诡异的印尼章鱼人 是尼塔从未见过的 实在是令人十分震惊 他说印尼章鱼人 是他丈夫 从一艘捕鱼船上购买的 他拥有两个眼睛 耳朵 鼻子和嘴唇 以及突出的胸部 章鱼的长度约20公分 据外形判断 应该是一个雌性动物 那么 这么诡异的人头章鱼身的生物 究竟是从何而来呢 科学家们针对此事 也展开了调查 印尼章鱼人确实是真实的 但没有网络上传闻的那么恐怖 根据科学家的研究 这只不过是印尼章鱼人 受到了环境的影响 遗传基因发生了变异 在被煮熟之后 表皮脱落 才会导致现在外形 如此怪异 长得像人形 针对当地民众发现人头章鱼 鱼业学专家表示 这不过是动静物受到环境影响 遗传发生变异的现象 但人们经常将此现象 与神秘式相挂钩 就如二头学一样 专家说 这只章鱼就是因为被煮熟后皮肤脱落 所以形状才变得如此怪异 古往今来 地球孕育了无数物种 其中包含了各类千奇百怪 令人匪夷所思的神奇生物 有些甚至繁衍至今 依然存活于世 比如人面鱼 很多人都想知道 人面鱼究竟是什么 以及它是否真的存在 今天院长便给大家揭秘 何为人面鱼极其真实性 人面鱼顾名思义 鱼脸长得和人脸一样 长着酷似人类的眼睛和鼻子 据考察 人面鱼是真实存在的 唯鲤鱼和绝鱼的后代 曾在韩国青州市被发现 仔细观察后 发现它的眼睛并非寻常鱼眼 而是和人类的眼睛极其相似 眼睛的中下方位置 也长着非常明显的鼻子 由于整体看起来很像人类的脸 也因此得到人面鱼的称号 据报道称 在韩国青州市所发现的 两条人面鱼皆为此性 最初饲养时间是在1986年 距离被发现的时间长达18年 意味着人面鱼的寿命 可长达十几年甚至更久 就在物种基因产生编译的情况下 实属难得 同时对相关研究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人面鱼的饲养主人是一位韩国老人 他一直养在家中 饲养他们已经很长时间 只是一直不愿被人们知道 当然最终还是被发掘报道出来 人面鱼的体型相对来讲也比较大 身长大约80厘米 躯干周长约为50厘米 由鲤鱼和绝育兽今后孕育 此后逐渐成长起来 变成了人面鱼的样子 事实上 人面鱼的鼻子是因为 鱼双眼中间有骨骼突出 所以看起来像人的鼻子罢了 像人面鱼这样结合是 基因突变的新奇物种 其实在自然界中算不得新奇 毕竟是间万物稀奇古怪的生物多的是 比如 之前视频介绍过的狮虎兽 便是老虎和狮子结合所生 类似这样新奇的物种 基因上会有一定程度的缺陷 这对人们遗传基因研究等科研方面 大有益处 传说中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奇怪生物 人面犬就是其中之一 这种人面狗身的动物最早来源于一篇虚构的报道 但在现实生活中 却发现真的存在这种人面犬 除了一张脸和人一模一样之外 剩下的都是犬的特性 那这种人面犬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是因为变异吗 最开始传说出来的人面犬是源于1989年 日本女性周刊杂志记者捏造的一篇报道 某个下雨的夜里 有人开着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 突然从后视镜里映出一只奔跑的狗 当时的时速是100公里 车子开得越快 那只狗就更快速的追上来 突然那只狗出现驾驶座前面 长着像人一样的脸庞 有粗粗的眉毛和戏长的眼睛 嘴巴笑起来像人一样 没想到这则虚构的记事 后来竟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起来 产生了不同的版本 甚至还有人打电话到电视台投诉 希望警察单位能够赶走他们家附近的人面犬 其实现实中真的有长得像人的狗 常有人说宠物和主人会越长越像 无论是脾气性格还是长相 美国一条两岁的狮子犬成为这句话的最佳佐证 它长了一张与人类极其相似的脸 这条小狗名叫托尼克 从美国肯塔基州一个屠宰场上被救下 目前正在寻找新家 救出它的动物组织称 托尼克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家伙 与别的狗也相处得很好 不过这只人面狗除了连与人类一样之外 与普通的狗也并没有任何差别 与流传所说的这种人面犬是变异物种完全不符 2022年4月13日 潮汕网友在采桑夜时意外在一颗桑扇上发现了一只诡异的小蜘蛛 之所以说它诡异 是因为它的腹部上有明显的人脸图案 网友拍摄了一个小视频后将其放生 人脸蜘蛛其实并不是一种蜘蛛的名字 它泛指所有腹部有人脸图案的蜘蛛 潮汕网友采桑时发现 这只人面蜘蛛其实是三兔花猪 有称三兔一式猪 三兔花猪是蟹猪科花猪属下的动物 这是一种分布比较广的蜘蛛 在欧洲亚洲的大部分地区都有分布 在我国除了青藏高原地区外 其他省份内均有自然分布 在野生环境下 三兔花猪喜欢栖息在灌木丛 草丛各种农田以及果园之中 属于一种比较常见的蜘蛛 只不过它们的体长平均只有5毫米左右 而且体色多成绿色 所以我们很难发现它们而已 三兔花猪属于不结枉的蜘蛛 但是它们与游猎性蜘蛛不同 它们不会制造陷阱 也不会主动地追捕猎物 但是作为一种肉食性的节制动物 它们必须要有自己的捕猎方法 与大多数的蟹猪科蜘蛛一样 三兔花猪属于仿花蜘蛛 只不过它们仿花的目的并不是吃花蜜 而是在花上捕杀一些喜欢仿花的昆虫 三兔花猪腹部正面的人脸图案 其实是一种拟态 因为它们待在植物上守着带兔 所以与环境越贴切 越容易捕猎到猎物 由于不同的三兔花猪生活的植物不同 所以它们腹部的团也不都是人脸 有的只是简单的有些花蜂而已 由于蜘蛛身上的斑纹是没有什么规律可循的 所以在自然界中 人命蜘蛛并不止三兔花猪一种 还有大木灵猪 酷式极腹猪 孔雀蜘蛛等等 好了 本期的高能知识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